阿爹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喔 什麼問題 我要問你有關於聖誕老公公的問題喔 我問你喔 今天 今年聖誕老公公有送你禮物嗎 有啊 那聖誕老公公為什麼會送你禮物 因為我貼在那裡 他就知道我要什麼 貼在哪裡 我貼那個冰型巾 然後他也送我一個黃色冰型 他也送你一個黃色的冰型巾 還有白 白 白黃 白黃 還可以冰型 那 他是 怎麼送給你的 他是去偷偷買的 去偷偷買的 然後呢 不是他是用他自己的東西做出來的 然後呢 然後 他沒有在送給小朋友 真的喔 那他送來的時候你怎麼不知道 蛤 送來的時候你有看到嗎 沒有只有阿媽看到 一會累的時候阿媽 十二點阿媽還沒睡 結果看到 那他老公公不知道 已經睡著了 他從哪裡送進來的 他從窗戶送進來 從窗戶送進來 是每一個小朋友都有嗎 有 真的喔 喔 那 他為什麼要送你 我不是送了嗎 因為 我也畫在這裡阿 可是 有寫就有嗎 對啊 因為他有看到 阿如果忘記寫怎麼辦 忘記寫他就不能送 那全世界那麼多小朋友 他怎麼送得完 送得完 因為他要學小朋友 廢的不用走路 他用廢的阿 不用走路 真的 那你們同學有人收到 每一個都 有 有人收到蝴蝶 收到什麼 蝴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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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蝴蝶喔 收到蝴蝶 聖誕老公送他的蝴蝶 喔 我不知道是真的會講的 喔 是阿 那明年你還會寫嗎 會阿 那你想好要送什麼 給 想要 要什麼禮物了嗎 我已經寫了 霸王 什麼 霸王 假床 小百科 那是你明年的聖誕禮物 那你現在就寫好了 會變嗎 你會變嗎 不知道你會不會突然想要別的禮物阿 會阿 然後 有變的話怎麼辦 再寫上去阿 換掉是不是 那 聖誕老公會送你到幾歲 才不會送 幾歲他才不會送你禮物 幾歲他才不會送你禮物 死掉 誰死掉才不會送 我死掉他才不會送 因為 我又看不到禮物 他才不會送 喔 那一直到你死掉 聖誕老公才不會送你禮物 真的喔 喔 好吧 那 就看明年聖誕老公公 是不是真的送你 那個 霸王的駕蟲 小百科 好不好 你要睡覺了嗎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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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睡覺了 我想看 看著你